跟著大戶走 財富一定有 我是李思錦 歡迎收看大戶羅盤 籌碼動能 籌碼動足先機 動能掌握極限 大家好 我是謝忠林 歡迎收看今天 籌碼動能大戶羅盤的盤後 決門戲兵 好 我們直接看盤 大盤今天中場上漲310點 羅盤器漲2.49點 今天算是一個反彈的格局 我還是定義為反彈 這是反彈 為什麼 今天量能是2609億對不對 這個量能有沒有比昨天大 量能比昨天小 也就是說什麼 彈起來 彈起來量能比昨天還小 所以它就是反彈 當然我們希望說它這個地方繼續彈下去 不過呢 不過就盤勢的部分 我還是跟大家提 其實它今天這個彈就是頂到這個什麼 就之前那個上升的趨勢線 如果說往下掉的話 這個線型它就會破壞的很厲害 所以頂在這邊我認為基本上反正就是 繼續怎麼樣 繼續 想辦法維持它一個繼續震盪 整個格局 然後個股表現來維繫人氣 基本上都可以了 那我相信如果就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昨天是不是跟大家提到過 雖然說最近就是疫情干擾 但是其實同樣疫情 如果說嚴格說到現在已經第七波了 到西波 從2020年3月到現在都已經第七波了 第七波只有指數在1萬7 代表什麼 代表過去會有影響 沒錯 不過影響都不是很長時間的 都是短時間的 所以就是短時間 短時間的話就是你不要看得太壞 同樣我相信我每天的標 我都沒跟你說什麼什麼大空 什麼什麼世界夢要來的 不是嘛 這地方它還是有火種的 就是你在盤面上看 其實就是你就想辦法 把那個多方火種給它找出來 基本上就差不多這樣子 所以就在指數來看 同樣我也不會跟你說 今天大漲310點 然後後面要大反彈 我不會告訴你這個東西 因為不是嘛 反彈嘛 能撐住最好 不能撐住個位表現 好不好 那當然我要的是什麼 我要的是個股表現而已 好不好 那個股表現的話 我們接下來看個股 這是我們昨天跟大家提的 就是你目前的多方火種 最明顯是什麼 車電嘛對不對 車電 車電那是什麼 金星嘛 金星它漲就是一個理由而已啦 它就車電的嘛 明德時代那個電源管理系統 它是做那個東西的嘛 那做那個東西的話 它有沒有帶出什麼 有一些相關股票 比如說像這個光潔 這個我們去年做過一段 那去年做過一段的話 昨天也跟大家提過那個故事 馬上頭信也在買嘛 那指數呢 指數在跌 但是呢 它跟指數好像沒什麼太大的關係 那今天怎麼樣 今天就跑上來了 今天漲6塊了 950又跳起來了 那跳起來的話 我今天也先把它出掉啦 當然不是看外它了 而是它這邊喔 它這邊是有量的啦 它這邊是有量的啦 就是你這邊的話 這邊它剛好擋到什麼 就這兩根它是有大量 大量在這邊 所以應該是前高這邊的 我不知道它會整理多久 如果說直接過去的話 看怎麼樣再買回來嘛 如果說你整理太久的話 拖到我的時間 那我就先把它出掉嘛 那出掉 有沒有 出掉不是看話 因為出掉 把資金做比較有效的理由 我剛剛是不是講喔 它這個地方有兩根大量對不對 有兩根大量頂在之前 100塊這邊 然後今天的量能稍微小一點喔 我的看法是 可能還會再稍微整理一下啦 那如果說你看這一支呢 我整理 這也是我們昨天跟大家提過的 就是如果說你要看ABF的話 ABF它是後面的趨勢 這個沒什麼太大問題 因為台電今天也漲了嘛 那台電 台電基本上它會漲 就是說它的限定製程 當然是無人可抵 intel還搞不出來嘛 intel好像停在7nm5nm 就搞不太出來嘛 三星 三星每次都說它跟台電一樣厲害 但是呢 但是人家給它代工晶片 它都會過熱 如果說你是紅孩兒 喜歡玩火的話 你就去下單給它 但是很多人都不是紅孩兒 所以單都轉回台電 也就是台電在先進製程裡面 基本上是算什麼呀 算無可取代啦 先進製程裡面有一塊很重要 叫做先進封裝 先進封裝 比如說像那個蘋果的M1 Max 合起來兩顆合體變M1 Ultra 對不對 那就是先進封裝弄出來的 那先進封裝弄出來的 到底什麼產業會受賄 就一個啦 就是ABF啦 那ABF的話 黑馬股是誰 對不對 ABF如果說你要看的話 你當然可以看什麼新興景色南電 那個從兩年前就跟你講什麼新興景色南電 兩年前到現在為止 但是你要去看黑馬 產業沒有錯 但是他們已經漲兩年了啦 有沒有 產業沒錯漲兩年了 所以如果說這地方有新進者的話 新進者的話 因為這個比賽太大 新進者如果是有爆發力的話 你是不是要先看一下新進者 對我們跟大家提到真理嘛 ABF栽培版嘛 有沒有 它的 因為它的廠是新的 雖然說它自動化程度是很高的 它是智能工廠 之前那什麼新興景色南電都是什麼 實際年前蓋的那以前智能化沒那麼高嘛 那什麼叫智能工廠 就特斯拉那種工廠 就是整個廠是很乾淨的對不對 很乾淨然後機器手備在那邊做 然後可以切什麼大塊的 大塊的ABF栽培板 就可以切比較大面積的 因為M1Ultro的部分怎麼樣 因為Ultro需要用的栽培板是比較大的嘛 你可以切稍微大一點 就比較有什麼 比較有經濟效率規模經濟 好不好 就是這個部分嘛 今天這樣子啦 我剛剛跟他講的當然就是這個啦 頭部你可以看很像針頂 針頂如果說已經的位置的話 有沒有它有沒有大 它有沒有所謂的量能方面的踏撈區 你可以看這裡啊 比如說這兩根對不對 這兩根是大量頂上來嘛 它目前在這裡 有沒有 它沒有踏來 我們剛剛講光潔 光潔的大量這兩根是在這裡嘛對不對 所以它還沒有過 所以這邊可能會稍微震一下嘛 但是如果說以這裡來講的話 這兩根大量是頂在這邊 它是沒有它 沒什麼踏撈量耶 下面是什麼 量大是做支撐嘛 那量大做支的話我們昨天是不是跟大家提到 ABF的財產部分 有沒有 除了ABF以外啊 它還有一個東西啊 就是什麼 電動車的部分啊 電動車是趨勢沒有錯嘛 如果說有先進製程跟電動車 這兩個雙題材的話 那會不會稍微好一點 應該應該操作上 不是說題材面來講 應該可能會稍微好一點嘛 一樣啦 報告寫的 不是我編的啦 好不好 本土投顧的報告啦 它這邊寫 它說棄 自駕車啦 自動化互聯網啦 對 當然ABF嘛 反正你從頭部主要就是什麼 現在大家都要拼自駕啦 自駕的話需要什麼 需要感測模組啦 感測模組的話 它在前年 前年 購了一間 5349先鋒 它把它買下來啦 先鋒現在沒有啦 它把先鋒給買下來 所以先鋒現在怎麼樣 先鋒現在就是變真頂了啦 先鋒的 光這些什麼感測模組的板子 全球勢案率是40% 朋友 他真的不是洪家軍的 洪家軍現在要弄什麼 洪家軍 不是要弄電動車嗎 電動車在拼什麼 拼自駕啊 自駕需要什麼 需要感測板 感測模組感測板啊 這個東西 全世界 同朋友 全球市占40%耶 而且呢 而且是 美季 美季都在成長耶 逐年逐季成長耶 所以如果說你從這部分來看的話 就是它 第一個ABF 第二個呢 車運動部分 所以 再搭配這個法人 同朋友 這是外資啊 下面是外資 上面是投信 你會發覺很奇怪 投信每天買 一直買一直買一直買 毛錢來買 外資也是一樣 一直買一直買 同朋友問你一件事情 現在盤頭不好 盤頭像不太好 對不對 你會不會想買股票 可能 可能臭臭 怕得要死 如果你想賣股票 你會買什麼股票 是買後面會賺錢的 甚至買後面有爆發力的 對 你越靠它 對 越想買 然後呢 每天買對不對 每天買一點 我不要沒事 我不要 突然買 然後打草精神 我每天買 每天買 你每天這麼混 混混 我就買 一直買 外資也是一樣 外資投信同買 你不覺得這股票 這股票 這股票要留意嗎 難道 難道全部看錯 全部都看錯 不太可能 或不太可能 真理又不是小公司 洪海 洪家駿的 他又不是小公司 這種大公司 然後反而又買成 買成這樣的話 這個後面應該怎麼樣 基本面有轉變 好不好 反而就是什麼 就兩個部分 一個ABF載板 一個車用板 這兩個都什麼 這兩個 先進製程跟車用 這個是盤面上最明顯的趨勢 所以他怎麼樣 踩在趨勢的浪頭上 踩在趨勢的浪頭上的話 大盤現在月線站上去的沒有 站 在月線這邊 頭部友昨天我還跟他說 這個站回月線 搞不好會有息 接著就拉回去了 然後大量去在這邊 這個頭部友上面這邊 這沒什麼套量 你不要鬧 你不要說 這邊還有高點 沒什麼量 大量去做資產 所以我認為 一樣 你還可以留意一下 好不好 然後我們昨天跟大家提到美食 今天也漲 今天也是漲不是嗎 今天漲也跳起來了 我認為 我昨天跟大家提什麼 壯陽藥 壯陽藥 減肥藥 血癌藥 光這三個 血癌藥可能很多人用不到 好不好 我知道大家都身體健康 但是上個年紀的人 上個年紀的男人需要用什麼 壯陽藥 吸力士 然後減肥藥 愛漂亮女生想要幹嘛 什麼事都不幹 看能不能瘦下來 我就坐在家裡看電視 吃我零食 但是我身材要苗條 減肥藥 所以光這個什麼減肥 壯陽 其實我認為第二季的部分 因為他三月營收公布出來 也不會太差 應該是還有機會 反正就是 這邊有稍微震盪一下 投信有賣個100多張 昨天全部買買回 所以代表什麼 代表 從頭買到尾 幹不是 從頭買到尾 從頭買到尾的話 從第一季一直買 買到第二季 你覺得他想幹嘛 你覺得他想幹嘛 應該第二季的錯張會弄一下吧 這個也是啊 這也是啊 那買成這樣子 你覺得他想幹嘛 就這樣子 應該第二季的錯張會弄一下吧 所以這種都是目前怎麼樣 目前還是可以留意的 好不好 長榮也是嘛 長榮也是嘛 這都不是我編的啦 法人報告啦 因為我認為 我認識一些法人 其實我個人認為 有些東西他比我專業 好不好 也沒錯嘛 我該不會 我沒有那種 我不會後領培就說 我最厲害 全市場我最厲害 沒那麼厲害啦 靠大家幫忙 我認為他這個地方 他說的還不錯 因為第一季怎麼講 第一季差不多17塊 然後再來就是 可能今年35塊 EPS10塊 當然他這個東西 我不太認同啦 因為這個就是看報價的 沒在看本一筆 賣腦啊 但是很奇怪 他每次都要寫什麼本一筆 隨便啦 但是呢 但是有沒有漲 有漲啊 140了啦 可能就慢慢推啦 慢慢推啦 慢慢推 反正這種股票怎麼樣 這種也是之前 法人買在這邊套住 套住 如果問你一件事 如果說你是法人 買在這邊套住 你會想幹嘛 解套一下吧 要嘛就停損嘛 要嘛就想辦法解套嘛 如果說後面這部分 封城 就大陸這邊封城 開始慢慢的解緩的話 有沒有 我相信你看新聞也知道 那個碼頭啊 碼頭不是堆滿了貨物嗎 碼頭堆滿了貨物的話 後面怎麼樣 後面運價基本上就會上來了 運價就會上來的話 運價只要漲還就會漲啦 對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提 像這個賣死啦 應該是賣死啦 好不好 然後再看一下金銅股 金銅股我今天想把它觸掉 不是說它不好啦 太慢啦啦 太慢啦 太慢 趕快換什麼 太慢了 換日比較快的啦 滑星啦 有沒有 昨天一直賺 有這一次嘛對不對 昨天一直賺嘛 一直賺按到滑星嘛 就是那個鋼鐵這邊嘛 啊滑星 這早上啦 開發金啦 開發金平常附近先把它輸掉啦 有啦 平常附近有啦 輸兩毛啦 輸兩毛 然後呢 頭髮輸兩毛可不可以啊 應該可以吧 輸兩毛趕快換到滑星啦 對 滑星32.55啦 有沒有 這個一定買得到啊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扣出去的時候要掉下去了 啊一扣32.55 奇怪怎麼帶下去啊 怎麼帶到32.1去耶 一定買得到 搞不好還比32.5便宜 那買完之後怎麼樣 買完之後 就拉上去 拉上去 在漲停這邊喔 我有先請那個學員 先當充獲利半啦 好不好 因為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短線課鎖的 如果說短線課跑來了 哇 明天又洗來洗去 反正坐穩的 先當充一半 反正已經拉上去了 32.55到這邊喔 那個算343 343嘛 差不多 哇 牛要兩毛呢 給我兩塊對不對 輸兩毛賺兩塊 應該可以吧 另外一半看明天狀況怎麼樣 他這種連拉兩根喔 你可以自己看Google一下新聞 因為他買了一個那個印尼的鎖礦 買了印尼鎖礦的話 他怎麼樣 他跨入什麼 變成說跨入那個 電動車的那個三元鎂電池的部分 鎖孤鋁嘛 就是鎖孤那個部分嘛 就是鎖孤鋁那些東西 所以他跨入什麼 間接跨入 就變成電動車概念股啊 電動車概念股的話 現在電動車不是 得電池者得天下嗎 所以你有沒有發覺一件事情啊 這些股票基本上都強勢股 但是呢 他好像都脫離不出什麼 都脫離不出 比如說像這個車電嘛對不對 車電嘛 然後呢 這本是車電 這本有車電汽車版 汽車版兼什麼 兼那個 欸比如在板 兼半導體 對啊 還有車電 車電 欸奇怪 好像 車電這邊還是蠻強的 你同朋友沒有說什麼好奇怪啊 那就是趨勢啊 好不好 趨勢 車電趨勢車電他就是趨勢 好不好 那這支股票還在這邊混啊 還在這邊混 同朋友 我是 我是不會怕就給他混啊 好不好 反正混 欸我今天我今天也有發訊息給我 給我一個學員就是為什麼他在混 那就是人家發西幣要訂價啊 訂完訂完會給你滿意啦 或是你這樣講啊 訂完訂完後面的走勢會給你滿意就對了啦 好不好 你就讓他混啦 啊有錢的話 你有錢願意等一下的話 你可以再加碼一點啊 就是這樣好不好 好我們做個簡單結論 好不好 其實我們講還是一個操作方法 那前兩天我知道盤很差 那我也是一樣講我的操作方法 但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得進去啊 也許你會覺得說 啊盤那麼爛對不對 還在做多對不對 TALK PINE 好不好 其實有些東西你要稍微看 長一點 你不要看那麼短 好不要看那麼短 反正盤爛的時候他一定會有強勢股啊 那盤這麼爛為什麼會有強勢股 那強勢股 為什麼 有沒有 股票會強一定有人買他 那為什麼要在盤這麼爛的時候去買 為什麼不等盤好一點 轉強的時候再去買 他一定有有東西有故事嘛 就是說我一直看警方買 我沒辦法等啊 因為他就沒那麼差嘛 後面我現在不買 搞不好後面他被推上去了 就像今天這樣子嘛 昨天不買今天 今天飛上去了 對追也不是不追也是 追了又怕明天又錄下來 對 金衰 所以同朋友其實有時候掉下來 那種強勢股票 強勢股要回就找買點 弱勢股反而就找空點 強勢股要回就找買點 要回找買點的話 我相信我們昨天跟大家說的 同朋友像今天這些強勢股 我相信都不是忽然變出來了 不是昨天就在講 啊張得共啊 張得共的話 就當然就是恭喜你 好不好 我只能說恭喜你 好不好 那還是一樣我們講的是個操作方法 有操作方法就有貨 獵人就有下一次好不好 但心白一樣跟著打火之後才不定有 喜歡分享的話可以點個訂閱按鈴鐺 我們節目可以喜歡 第一時間推播通知你 我現在不可以分享到這邊 籌碼動足先機動能掌 我記得祝大家明天超順利 明天見拜拜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華冠頭庫104金管 頭庫新字第009號